中国想当世界霸主,评论,没那么容易,美国彭博社近日连续发表评论文章,讲述有关中国想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计划,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,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德斯在彭博社网站发表三篇名为,中国大战略军事全球化,China's Master Plan, A Global Military Threat 中国大战略意识形态输出,China's Master Plan, Exporting an Ideology,和中国大战略创建中国秩序China's Master Plan, A World Wide Web of Institutions的系列评论文章,剖析总结北京政府,近年来通过一系列举动强化其国际地位试图实现,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目标 对此,美国独立政治分析人士,高新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他想,希望和能够实现是两回事情 按照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解释,这不叫称霸世界而叫影响世界 但西方国家来看,其实是一回是中国政府,在用自己的主义和政策来影响世界 高新补充说,如果中国要成为世界霸主,关键不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 或者习近平向第三世界国家秀出的橄榄枝而是在,于是否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作为基础,如果要发展到,可以与美国和欧盟抗衡 中国还有相当长的路 要走彭博社的文章说,随着中国经济及军事力量的快速增长,中国执政党的野心也到达新的高度 中国的崛起不但挑战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 其专制意识形态也对西方民主国家有着相当严重的威胁 从中国频繁主办国际会议,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经济战略模式,包括一带一路 还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,意图重塑国际金融机构体系的秩序和格局 彭博社的文章也特别提到北京当局正在创立一系列安全、贸易及教育机构 以此与西方抗衡文章分析认为,由于现有国际机构体制变化缓慢 无法追赶上中国高速的发展 另外作为竞争工具,国际机构的领导角色 对北京政府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旅美作家于杰认为,中国当局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所采取的举措 都与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相悖 中国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,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让中国看起来好像很有钱 中国政府利用这些钱去收买人心 但钱的收买,只是暂时的,不可能有长久的吸引力 中国是不会得到这些国家的尊重 敬佩于杰表示中国还不足以颠覆对抗普世价值 但其黑暗面确实造成了一些影响他建议西方国 加要重视这些问题提高警惕并制定防范措施